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因为再生能源大量增加 台电调整尖峰还有离峰时间电价 新竹县工业区工厂开销就变大了 县议员郑玉云就协调台电下乡来说明了 包含延长夏季电价 拉大尖离峰价差等 也帮忙来试算电价 选择适合的方案 让厂商能够审核包 原物料上涨 疫情与国际局势都影响订单 工业区厂商苦撑 却又遭逢今年调整电价 一个月就多出数十万开销 县议员郑玉云就和产发处协调台电 来到丛林倾听业者心声 1月1号开始我们的台电 有开始进一个新的电价收费的模式 他不但把电价高峰的时段做了更改 电价收取的部分也做了一些变动 所以在很多厂商 在县里的很多厂商 包括五华工业区的厂商 都感觉到这几个月来电费 真的就是涨到自己有点不太 不可思议的地步 今年的五月跟去年的五月相较 我的电度少用了大概5900度 但是电费却高了大概40几万 如果说从一个厂商的一个立场来看 这个电费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 明明持续在节电 怎么电费还会更高 原来是台电因应在生能源大量增加 原本电力尖峰时间落在下午1点到3点 扣除光电后 进尖峰逐渐移转到晚上6点到10点 因此从元旦起实施新间离峰时间电价 拉大价差超过6成 更针对高压和特高压用户 延长夏季电价一个月 来促使尖峰减少用电 而台电也说明选择两段式 三段式和非时间电价的计费差异 用电的咨询跟诊断的服务 这样的服务是一个免费性的服务 除了我们会针对用户他的电费 用电的情形 还有他的契约容量的设定 帮他做一个分析 评估辅导 也还有一些建议以外 那对于产业的一些马达 冰水主机 空调设备等等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量测性的服务 时间电价从原本规定一年不得变换 为方便调试用电选择适合方案 在今年取消限制 台电也会免费协助试算 提供建议 以及节能仿式和诊断服务 把关碳排放量也为厂商审核包 能使用电都看不出